哎,小彩,你说最近这仇恨值浮动那么大,会不会是我离阿燕又近一些了? 或者说,他…… 说主大大,你扫描没有无业的气息。 就算他不是,以他特立独行的气势也一定是大老啊。 这一类角色在小说里面不是反一,就是跟男主有戏的,跟着他肯定能找到阿燕。 那宿主又要抱大腿了? 你怎么说话的?高情商的说法叫拉拢。 我要是拉拢不了呢? 拉拢不了,我就……拖垮他! 你有事吗? 我…… 你看,这月黑风高的,我怕你有危险。万一有邪碎呢? 不必了。 请。 嗯…… 嗯…… 其实…… 我怕邪碎。 我可是三好青年啊,从来不业不归宿的。 何况现在还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 …… 宿主的画术查诚率太高了。 闭嘴,就没知道。 宿主大家要有创新。 有用不就行了。 嗯…… 宿主,说好的托寡呢? 现在未免也太卑微了吧。 你懂侧脸了? 等他睡着以后,我才先发指人。 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。